黑神万悟空官方发布了一个免费的显卡跑分测试工具 我说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现在游戏还没正式发布 现在测试的帧数不代表正式版的帧数 因为这几天显卡驱动还会更新 游戏也会优化 也就是所谓的鸡血驱动 这个帧数在游戏正式版里面的表现比现在更好 但各位也不要指望着会有质的飞跃 能提高几帧,帧生成稳定一些 露针高一点就不错了 第二,当前测试的这个场景是没有人物特写也没有打斗的 也就意味着将来正式版里边的那个打斗场景 或者人物特写可能会掉针 比如现在能测出来是七八十针 但将来一打斗的时候可能会降到六十针 第三,黑神万悟空这款游戏的画面非常好 但是它的原生针率是很难上去的 大概率都得开真生成 但是这个真生成的画面这个效果 它和原生的针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是否有延迟 这个也得等正式版才能知道 第四,玩电脑游戏和PS5游戏不一样 玩电脑游戏不要无脑拉满 就算是4090显卡全部拉满 也只能平均42针 这还得是开了DLS大力水手和真生成之后的成绩 试问一下 你愿意玩高画质拉满的42针 还是画面稍微差点 但是可以稳定70针 你选哪个 目前最高级的4090显卡都只能跑42针 是不是黑神话翻车了呢 不是 如果现在4090显卡可以全部无脑拉满 跑60针 那将来5090卖给谁 你想一想